这是你给皇国送去的 是奴才的一份孝心 孝心 这样的破烂是你的孝心 你把皇国当成天桥白地坛的 有人说看和身为人处事相当于做官十年 他和敏着总督陈辉祖一起查抄贪官王丹旺的家产 事后却发现陈辉祖上报的数额连一半都不到 他没有选择立马上报皇上 而是先去检查王丹旺的家产确认是否真有问题 果然当场发现了不对 怎么全是这么劣质的东西 王丹旺身为闪肝总督贪末金额高达四百多万 家里怎么会是这种残次品 和身猜到肯定都是被陈辉祖贪末了 可陈辉祖是抿着总督还深受乾隆信任 他根本得罪不起 这件事只能让乾隆自己发现 和身便以尽孝心的名义将发现的两件残次品送到了皇后宫里 果然立马就引起了皇后的不悦 这是谁送的 和身 和身是谁 说是皇上新晋家风的户部主事 堂堂大清皇后收到的东西居然是这种残次品 皇后感觉到极大的侮辱 当即便去找太后告状 满口都是委屈 黄哥娘 您瞧瞧 这是外面的官员 送给媳妇的礼 眼看两件如此劣质的残次品 太后心里也有了脾气 当即表示一定为皇后讨回一个公道 直接让人叫来乾隆 面对愤怒的母亲 乾隆也发现不对 连连道歉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太后没有说话 只是给她看了看那两件残次品 你自个儿瞧瞧去吧 那就是你的臣子们对皇后的一片孝心 这谁送来的 是那个什么叫做户部主事的和珅送来的 就这样 和珅用皇后和太后两张口才让乾隆看到了这两件东西 心里还有些不幸 直接将人叫来问问是什么情况 没想到东西居然真的是和珅所做 你把皇后当了天桥白地坛的 奴才死罪 可这件物品是奴才从王丹望抄家之物中用心挑选出来的上品呢 什么 一瞬间乾隆终于懂了 这一切都是和珅故意的 随即便带人来到户部 看着从王丹望家中超出的一乌残次品 心里越加的愤怒 他前几年曾赏了王丹望一串玛瑙巢 居然也没有在此 他以为是被王丹望卖了 可一旁的纪小兰却摇了摇头 皇上遇刺之物谁也不敢卖 王丹望一定会供奉在家 传给子孙万事 绝没有送给他人的道理 心里有了主意的乾隆叫来 陈辉族想再次确认一下 王丹望上报贪污了四百多万 为何收上来的只有一百多万 如此巨贪为何收上来的却都是一些次品 陈辉族还在狡辩 他只是负责抄家 其他的一概不知 直到乾隆提到那串玛瑙巢猪才终于松口 陈四尊 乾隆万万没想到 自己如此信任的人居然也是个贪官 当初陈辉族只是个六瓶小官 是他看此人还算老实便一手踢吧 一路坐上抿着总督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力 甚至还打算继续重用 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 看着对陈辉族的处理奏本久久无法落 连夜来到大牢见陈辉族最后一面 乾隆想问问 自己是不是还做得不够好 朕以前对你的恩宠是不是还不够啊 陈未烈 封疆 恩荣四海 到了此时的陈辉族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相较于康熙雍正 乾隆对天下的臣子已经十分宽容 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份宽容 也让这些人的野心更加膨胀 谁会嫌自己的口袋里的银子多呢 要是乾隆一口气杀了天下的官员 或许会冤枉几个清官 要是像现在这样 贪官只会越来越多 对陈 说这些话 是对你最后的奉告啊 皇上 陈辉族的话让乾隆如遭雷击 一时间他不知道天下的臣子还能姓谁 对于眼前这位老臣 他还是没有狠心下杀手 然而第二天当狱族巡查时 却发现陈辉族早已自尽身亡 这位曾几何时也是一位清官的老臣 最后终于又做了回忠臣 备受打击的乾隆连续几天 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个人也不见 担心儿子的太后忍不住过来看望 听说是因为陈辉族的事情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般说什么没关系 只是作为一个母亲鼓励儿子 我还想好好地再看几年乾隆盛世的太平景象呢 面对母亲的信任 乾隆终于再次恢复了状态 就是不知道陈辉族的话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